把之前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转换成云端字算表 就是所谓的插入资料透视表 其中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一样会把画面尽量截取放在云端上面 这边其实我来截图 第一个的话可以把图表类型改成折线图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类型 我刚刚是把它改成正方形 当然如果你觉得正方形不OK的话 你可以改成别的 比如说颜色可以改 线条样式也可以改 这样就第一个OK 接下来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把那个 第二个图给做出来好了 字写错了 重新命名一下 应该叫折线 切到折线图 OK 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各区比例图 各区比例图 就是要把那个 比例图的部分把它画出来 各区比例图 我这个先把它删掉一下 把它重新命名 类似像假设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 那应该怎么做 接下来看一下 那一样呢 我们把那个资料 切到资料 的 这个部分 那首先当然 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区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区这个栏位 一样要把它先变出来 这个我们之前有做过 就这个 密的有没有 然后用密的去切什么 切这个资料 切第四个字 取三个字 OK 然后这边有区 如果我今天希望统计出 到底各区 指的是哪一区的切单件最多的话 那我可以把 一样游标放在 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按一下插入的这个 资料 资料透视 图 这里 OK 所以以后你只要知道原来 这个 Google 试算表上面的枢纽分析表 其实就是要资料 透视表 换个名称 换汤不换药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第1个点击它 然后范围对不对 范围看起来 A1到G的2407 看起来应该没错 那你要放哪里 当然未来你甚至可以把它放旁边 现有的工作表其实也可以 你也可以点 比如说你想要放这边的话 你点它一下 它就知道你要把它放在这边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 选择新的工作表 OK按确定 其实跟Excel也没什么差别 建立 接下来的话 一样 我们要 统计的是区 所以新增一个栏位叫区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新增一个值 值的话 也是一样区 这样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 不要总计好了 总计好像常常会干扰 所以把总计打勾取消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 不过会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有问题 哪个地方 怎么会有三重 这个好像旧的资料有问题 不过没关系先不管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 我们之前做的就是说 我先用排序 那排序的话呢 在资料里面有没有排序 也有排序 那比如说我要按照 B栏帮我利到A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好像有个bug 我不确定 你把它按 B栏 排序一下 那理论上 这样的讯息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把这个 B栏 把它排 排成什么 排成我们要的 按照 大到小 排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你油标放里面 资料 B到A 那你会发现 你按了之后的话呢 奇怪 他怎么没有动作 再按一下 他要闪一下 但是他又排回去了 OK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bug 枢纽分析表 他实际上 他没有办法排序 我好像试过了 不知道你们 看一下 这边 这边有一个区 如果按在这个 递增 所以特别注意 排序的地方 你不能从 资料这边排 如果是 Exale 的话 是从这边 但是 如果是 资料透视表的话 那记得 你要从这边 去改 所以如果你要递增 地减的话 那请你从这边去 去 变更他的排序 所以 排序的地方不是从这边 记得是从这边里面 OK所以你点这个 旁边这边有一个 选择这一个 他的名称叫这个 然后他的 排序方式在这里 不是在上面 这边 更正 就是说明一下 如果你假设你一定要从上面排序 你可能 变成你要把这边改成 不是一个枢纽分 不是一个资料透视表 才可以排序 最后的话 好像有错误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把这 四个板桥到淡水 选起来按右键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 它没办法删除 但是它可以隐藏 隐藏 14到17 然后再来的话 你可以再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 图表 这个图表的话 就 它这边现在改成 折线图 你把它改成这个 改成就是 圆柄图 OK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一样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这个名称叫什么 叫各区比例图 OK 看要不要把那个 它的颜色啦 它的大小啦 稍微变更一下 这个自己再改一下 OK那最后 这边的名称呢 一样把它按右键 重新命名 然后改成叫什么 改成叫 各区比例图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呢 请各位试着把 刚刚的这个 就是 这个各区比例图 先试着做做看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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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